团马线全线预计在今年第三轨通车 现时全线已进入试营运阶段 港帖表示 下星期二起 会有部分不载客列车 在每日行车时间内 来港湖鸡沙站及红磡站作列车试运行 而团马线一期的所有载客列车 在启德站落客后 亦会逐步收入团马线新建路段 亦即是启德站去到红磡站的路段 进行列车试运行 港帖说会加派人手在启德站的月台提供协助 港帖列车在往宋王台站前 所有乘客已离开车厢 而月台及车厢内 亦会有车站广播通知乘客相关的安排